1月3号 中国广东东莞市当局派出了数百名防暴警察 驱赶在陶紫园工业区堵路抗议的村民 村民们是从去年12月26日开始抗议村官贪污 过程中有村民跳楼抗议家属被抓 上千村民闻讯赶来声援 群情激愤 对抗议腐败的东莞恒利镇村头村村民当局采取了抓人的办法 村民被迫跳楼抗议 据林先生介绍 这次抗议行动主要是因为村官贪污土地款 三年前 村民把土地卖给了陶紫园开发商 对村民谎报价格 据村民反映 该村书记是由其岳父委任的后台势力大 他侵占村民的利益 几乎把所有的土地都卖了 他自己吃香喝辣 拥有别墅和豪车 村民投诉无门 媒体也不敢过问 村头村位于东莞市恒利镇东部有村民2300多人 过去主要以种植水稻花生等农业为主 现在村民失去了滥以为生的土地 偷窃抢夺的事件时有发生 社会秩序远不如从前 以上是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刘慧采访报道